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在教数学的时候呢 有一件事情是我的经验 我建议大家可以试着去掌握一下 就是我们在教学生一个知识的时候呢 我们要给他们一个准则跟一个目的 像方程式求解最重要的是 那就是他的准则 是什么 维持等号的成立 也就是说左边做什么 右边就要做什么 那这个是他的准则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以这一题来说 方程式求解 我们的准则是维持等号的成立 我们的目的是解出x等于多少 那 目的 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干干净净 完全没有其他东西在旁边 没有乘多少也没有加多少 就只有这么一个x 所以在整个解的过程中 我就是要一路从x加3或者其他的式子 慢慢的慢慢的把其他的东西给去掉 最后剩一个x 这个是我们的目的 有方向 准则是你左边做什么 右边就要做什么 这样可以一直维持等号的成立 这样子当你左边拖到只剩x的时候 就像他那脱衣服 一件一件的脱掉 当你左边拖到只剩x的时候 那你的右边 这么样下来 就会刚好跟他是相等的 我们上一集有提到 不写成号就是成的意思 这个是数学界的习惯 好 那同样的呢 我为了要让x单独的留在某一边 所以在这里就附带的交一下 不一定要让他在左边 在右边也可以 所以我不要加3 那这个就3分之2减3 所以2分之1x就会等于 3分之2减3 3分之2连1都不到 所以拿1去跟他减都还欠3分之1 欠3分之1又减了剩下两个 所以欠了2又3分之1 这样是2又3分之1是负的3分之7 可以吗 那所以2分之1x是负的3分之7 这个2分之1我不要 乘2 2分之1x乘2是负的3分之7乘2 x一定会只剩x 因为我就是为了要让他只剩x 所以才乘2 3分之4 这个就是最后的答案 好 那在这一题里面 其实我示范了几件事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首先呢 我们介绍了这个方程式求解的时候 我们说用左边做什么 右边要教做什么 这件事情 其实在这个数学界上 在国中数学有提到这个等量功力 那在以前我们 我国中的时候 也许也是家长们 大学生们 你们国中的时候 我们国中的时候 是没有教等量功力的 我们教一项 事实上 整个数学的 国中数学的教育 从一项改成 教等量功力是对的 因为一项是 是一个好的数学 的这个 学习模式 现在大部分的学校 大部分的老师 都是教等量功力 所以其实现在 学生了解等量功力 这件事情并不难 那反而他们很容易 漏死掉这个目的 就是变成说一个式子写出来 它会有一种 我怎么知道 接下来要减三 我怎么会知道 接下来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里 特别要强调老师要去说明 准则也要说明目的 因为我们以前特别 重视这个准则 所以把它 从一项改 教等量功力 结果现在发现 学生会没有注意到 你的那个计算目的 所以我们要补充目的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 你会发现 像刚才在一个计算 我们在这个 处理三的时候 我就没有说 这边也要 加三又减三 就是我 我个人不倾向支持 老师去要求学生 每一条算式都写 学生如果很明白 自己在算什么 那他省略就省略 很好啊 甚至我觉得 老师有的时候 可以自己也偷吃几步 刺激学生的思考 让学生跟上来 这样他才学得有精神 比如说你看这里 我们示范了 把X留在右边 X不一定要在左边 而且呢 很多老师都会要求 就是每次 每换 每计算一步 就要写下一个 等式 下一个等式 其实你的等式 只要过程中 真的都是相等的 那这个式子是 逻辑上没有问题的 他就是可以写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 把等式串起来 那只看右边 然后来解后面的题目 那我刚才有提到说 我们不需要要求 学生每一步都写 那这样子 很多老师就会觉得说 要是学生 采用了错误的方式 学习怎么办 比如我们第一 第一节的那个 影片里面介绍到 学生搞不好乱错数字 他公式就跳 算式就跳过 那他就乱错数字 就直接写答案了 或者说呢 比如说学生 因为某个原因 他去记了这个遗像 他用错误的方式 在思考 然后遗像 那不管他对或错 可能这样不好 所以要怎么办 我们如果不要求学生 一定要每一步都写 一定要去背一些 要怎么让他们增加记忆呢 我的建议是这个 深教 讲深教好像有点沉重 但是我讲的是真的 就是说学生会从老师这边 学习老师的做法 那我们不见得 一定要他真的就学我做 但是你就是不断的展示给他看 尤其在他刚学一个东西 你觉得他还不够熟的时候 你就多多说两句 多多说两句 像我刚才没有 我刚才讲到的一句说 一定会消掉的 因为我就是为了让他消掉 所以才去乘那个二 才去乘那个二 那这个就是在用我自己的计算 来跟他示范 乘二就是我的目的 我的目的就是为了把X留下来 所以我要把二乘掉 你自己多多说两句 学生在旁边听了 他原本知道了 其实也就是你知道 多听了一两秒 那他原本假如不知道 或者是懵懵懂懂的 他这样子脱听了之后 他就会洗手起来 提供一下这个经验 如果你题目是给学生写的话 那学生都会有一种 就是尤其是家教 或者是爸妈在旁边教 他们都会养成一种习惯 就是偷喵老师 他这样子写 比如说像这一题 二分之X 假如说最后这一步好了 最后这一步 这个1等于二分之X 就偷喵 偷喵这样子 那他就觉得说 如果他写错 你就会有反应 那一开始是蛮好玩的啦 可是其实是 最好不要产生这样子的连结 不要让学生太依赖 偷喵你这件事情 因为他自己在算的时候 他没有人可以喵 所以让他有独立的习惯 于是呢 后来就发展出一个 我觉得很好的习惯 就是去问他 就是问某 去问他为什么 不管他写的是对还是错 都去问他 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让他不要依赖你的反应 第二个就是让他自己想一想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尤其当你觉得他写的不是很确定的时候 他会偷喵你代表他不确定 那如果你发现他写的时候停下来想一想了 结果写下去了 你也可以就突然问他 是吗 那个我的学生到后来就养成了 就是理解他们老师会这样做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很写写写写 然后就说是吗 非常怀疑 不屑的表情 然后他就会被你逼得要验算 就是对啊 这样就对啊 就是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互动 因为学生自己慢慢也会知道 你就是希望他想过一遍 让他自己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包括这个询问他 甚至你是质问他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 来说给我听 我都跟学生说一句话 我最在乎的是 你自己知不知道你懂 你自己懂不懂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如果可以说明给我听 你就可以说明给你自己听 那这件事情你不但是懂的 而且你会记起来 因为你说过了一次 所以我当然了解到 有一些学生他不善言辞 他搞不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你跟他相处久了 你慢慢可以捕捉到 就是说 好吧 我想你应该是懂的 但是你要记住 其实是怎么样 你可以说给他听 让他知道下一次 如果被问到 他可以讲些什么 这样子 上一次留下的作业 这个先看第一章 第一章介绍这个 121-242 如果我们上一次教的 你有吸收进去的话 我们上次好像只是在闲聊 对不对 那个就是为言大意 讲了很多东西 听起来都只是小小的事情 其实有很重要的意义 什么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121是242的一半 这个分母是他的两倍 所以其实这个数字是他的一半 自己减一半剩一半 所以这一题就是242 可以吗 好 来看另外一题 这一题是数学 这不是我们上次教的范围 复习一下国小数学 趁现在国一 刚才复习一下国小数学 约分跟扩分 十分之六是几分之三 上面除以二 下面也要除以二 其实这个跟我们后面学 那个乘比例的概念接近 5 那上面变成12加3是15 所以上面乘以5下面也要乘以5 所以是乘以5之后变成25 是20加5 那在这里呢 请拿出你的本质 补充一个知识给各位 这个知识我把它命名为提拉米苏定理 你有没有看过提拉米苏 去那个蛋糕店吃过蛋糕 提拉米苏都有两层 对不对 如果上面这一层跟下面这一层的比例是2比3 我现在把这个提拉米苏切一刀 那么左边这边上面跟下面比是多少 应该还是2比3吧 对不对 右边呢 应该也还是2比3吧 对不对 换句话说 如果今天有一块提拉米苏是2比3 我拿另外一块不知道比例的蛋糕跟它并起来 结果我说并完之后的这个比仍然是2比3 那其实并出来的这一块也是2比3的 所以 回来看这个问题 你会留意到其实20分之12自己本身就是5分之3 5比3 他们约掉4嘛 就是5分之3 所以有一个5分之3的这个比例 3比5的这个比例 加上一个3比不知道多少的比例并出来之后仍然是3比5 所以这边这个部分被加的这个部分就是3比5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上一次 这个课程里面提到说 学术学师为了要降低对智能和记忆的依赖 那如果我真的就聪明而且我记性好呢 那恭喜你在你学会了基础的数学之余 你还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认识这些数学 包括现在我介绍这样子一件事情 其实我个人在国中的时候成绩非常好 我国中几乎都一直都是班上第一名 除了第一是段考考第二名之后 后面三年都是第一名 那不好意思啦 我就是聪明而且记性用好的人 所以呢其实我可以提供给学生 包括这个荧幕前面的观众们 一些这个其他的角度来看待数学 看我们以后搞不好会学零化 那提供这样子的知识去想 不只是能够让聪明的学生觉得很有趣 而且它也可以让大家 透过不同的记忆的这个管道去记住这件事情 去了解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来看这里 那这个15的5分之3是多少分之15 那我们刚刚算到了 25分之15 这里是加10 前面这个就是25分之15 好 再来看最后这一题 这个解最后这一题的时候呢 其实它跟前面这几题有关 所以我前面才会出这几个小题目 等一下再拿出各位的本子 这个是一个还蛮常出现在第一章 这个单元的时候的题目 它其实是一个 我们刚刚这里补上几个字 这个叫做提拉米苏定理 哦 我的书写错字了 加米苏定理 在进行数学运算的时候呢 一些数学家们 或者说一些人 他们发现了一件事情 当我拿分数对减 尤其分子是1的时候 2分之1减3分之1 这样减出来会是多少呢 我们如果换个代号写 用不特定的某两个数字去减 a分之1减b分之1通分嘛 底下是a乘b 上面是b减a 这个应该会吧 我晓得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当 当这个 a等于b减1 b大于a大于0 也就是说 简单来说啦 换句话说 在后面写这个 连续整数 也就是说 ab是连续的正整数 连续正整数 我是因为要让这个萤幕拍 所以我的 要出来 你们大概就可以不用写到 这样子满满满的 那自己自己拍板就好 好 也就是说 a跟b是连续正整数 比如说2跟3 然后这个比他大1 这样子 像这个情况 那这个情况会怎么样呢 因为 b就比a大1 所以b减1是1 所以它这个东西 其实就会变成 刚它符合这个条件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 a乘以b分之1 那于是2减3 它就是2乘3分之3减2 所以是2乘3分之1 可以吗 同样的道理 3分之1减4分之1 3分之1减4分之1 它就会变成3乘4 12分之4减3 12分之1 那有了这么一个发现之后 就会有这种题目 请大家自己把它 抄过来这里 我就不抄了 因为我的笔太粗了 那 上上次这一题 6分之1 12分之1 20 30 你会发现它底下就是这个连续整数的相乘 因为6是2乘3 12是3乘4 45 20 56 30 67 12 78 56 89 72 90 是9乘10 这样子 来把这一题抄在这下面 然后你们觉得会变怎么样呢 嗯 在大家解解题的时候 照惯例我们来闲聊一下 那 这个闲聊是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我很鼓励家长老师们 跟面对面的学生 在他写题目的时候 闲聊 当然你在他写题目的时候 你要看他写什么 如果他有迟疑 或者是他有想不通 或者是他写错了 那你要决定要不要给他反应 要怎么教他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学生 也学得还不错 他就会继续写下去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在旁边闲聊 虽然说这样有点骚扰他 但是就让他骚扰 就骚扰他 一方面增加他这个 写作的障碍 写题目的障碍 训练他思考 那另外一方面是补充一些 有用没有用的知识给他 然后我觉得让学生从老师这边 听到很多课外知识 对他们来说是好事 可以建立一种 我学东西不只是在学数学 我将来可以变成像老师一样 懂很多的人 的这样子的概念 我觉得是很好的 那尤其现在又流行 这个要多元探索 所以我们可以教学生一些各种职业 他们在从业的时候 在做些什么 或者是有趣的事情 这样子 所以说呢 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课题 要跟各位介绍闲聊这件事情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 你们知道 诶题目插好 你看 写一写插好 那我们知道漫画家吧 大家都有在看漫画吧 那漫画 漫画家他们 其实呢 这个漫画里面 一格一格的内容 并不是他本人画的 通常都是他的助手们在画的 比如说这样子 比如说这里可能有一个人脸特写 不会画 随便画 那这个人脸特写就不是他画的 那就是他助手画的 那漫画家这个人 他本身在做什么 当然不是出个名字 因为他有名了 所以出个名字领甘心 其实不是哦 漫画家的工作跟导演有点像 不过来一提 这个我脚没记错的话 日本他们把导演称为演出 所以在日本的那个 看日本日剧什么的 看到演出 不要觉得这个 这个人他是演员 不是哦 他是导演 那我们叫编剧 他们叫脚本 台湾也有蛮多人 使用脚本这个词 导演的工作跟漫画家有点像 他们在决定分镜 什么是分镜呢 在上一集我们有介绍过这个 我身为有熊老师 所以我有一只熊 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有一位熊老师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嗨 好 那个 大家不要看他这样子 他其实已经25岁了 也许比你都老 但我在5岁的时候 就有了这一只熊 那请熊老师来为我们解释 这个示范一下 怎么样 导演他们怎么决定分镜 假设今天熊老师呢 他要饰演的是超人 超熊 那超人在飞的时候呢 他要怎么飞呢 如果我今天想要展现这个超人飞翔 很快速的话 我就会让他这么飞 就是朝着摄影机撞过来 然后上去 而且很快的这样子飞 如果今天我要选择超人很辛苦 我就故意拍远景 然后这里 你想想这里是洛基山脉 那超人就这样子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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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还会起起伏伏的 好像飞得很辛苦 这样子飞过去 如果今天我要展示超人在外太空 所以我会先让 现在假设这个摄影机拍的是地球 也就是它是卫星 我就故意让超人巨大的从摄影机前面进过 对吧 这样子呢 就是导演他就会决定 我这样子这个镜头要怎么拍 那包括出拳 出绝招的时候 是拍这样子殴打到他呢 还是我先殴打镜头 再让镜头拍他被殴打到 这个就是导演要决定的 那漫画家在做的工作就是类似这样 他们要决定说今天比如说这一格 我要怎么画呢 我要画一个长长的气功炮 然后这个人 但是这个人我只要画他的身体的部分就好了 我不要画他的头 他就画他身体被打到的地方之类的 那他要决定这一格 每一格要长得怎么样 要不要特写 有谁要入镜 要在哪一个角度 聚焦聚在哪里 那人物的视线要看哪里 这个就是决定分镜 那这个就是漫画家跟导演的工作 所以以后呢 大家 包括你们跟你们的小朋友说的时候 那就可以跟他们说 以后大家去看电影的时候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场景这样子 表现得很有张力 比如说我记得这个周杰伦 不能说的秘密里面就有萤幕 他那个镜头就顺着他的视线往下拍 然后就拍他的手在这个他的大腿上面 这样子 像弹钢琴这样子 就是展现一种害羞 而且又有浪漫的感觉 那这样子 因为他如何想到要取这个镜头 他怎么决定这个时候的这个镜头要怎么取 这个就是导演的工作 我还很快的解刚才的这一题 那经过前面的说明 你应该知道其实六分之一他自己本身是 这个就写在本子里面 这一整题包括解法 六分之一他本身就是二分之一减三分之一 然后十二分之一又是加三分之一减四分之一 二十分之一又再加四分之一减五分之一 那一路过去 加五分之一减六分之一 加六分之一减七分之一 加七分之一减八分之一 加八分之一减九分之一 一加九分之一减十分之一 你会发现中间都被消掉了 一加一减一加一减 最后剩下二分之一减十分之一 等于这个十分之四是五分之二 这是这一题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交代一下这次的作业哦 嗯 也是一样请抄上去哦 那个因为你可以按暂停 所以我们捡快一点 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加二分之三等于二 那其他都不念了 最后这下面三题是这个单位的题目 12875分钟是几天几小时几秒 那一千两百分钟又是几小时 那又可以说是几秒呢 我有一个等于在中间 然后一千四百公升的水 几地方公分几地方公尺是几细细 好 最后这里请练习一下英式分解这些所值 那这个也是 就是十八加十五英式分解之后会是多少 二十七减六英式分解之后会是多少 OK 我们下一集会挑其中的两三题来示范 教学一下 那今天的课程上到这里 期待下一集再见